现在来栽点黄瓜 看这黄瓜 一串一串的 那条好大可以栽了 就是酵度 是要出来解决性 3枚 3枚 辣椒叶长得有点茂盛 把这辣椒叶摘掉一些拿回去吃 太茂盛了也不好 反正我这段时间也没有什么叶菜可吃 辣椒叶也可以当菜吃 嫩嫩的辣椒叶拿回去煮汤 让它老掉也浪费了 以前都不知道辣椒叶可以吃 所以说一直都没有摘辣椒叶 摘掉了一部分叶子 现在看起来就通风透光多了 辣椒叶也是接的挺好的 如果想吃的话 每天都可以摘 这边的茄子也接上了 还不能吃还有点小 这个稍微大一点 我种的是长茄子 这样子还没长大的 长了才不到一半大 所以还要过几天才能够收茄子吃 再这个辣椒回去吧 去吃羽子吃 有点热的意思 我叔叔iles 一字叫老板 去吃羽子吃 再吃羽子吃 我买到这么多分 然后也不能吃羽子吃 来吃羽子吃 再吃羽子吃 我们要吃羽子吃 而且我们要吃羽子吃 然后吃挽饭 その里面 才是愁压的 有点 这才是最新鲜的 再回去就做饭了 这是今天的收获 我的黄瓜好像种的太多了 有点吃不赢的状态 前天收了五条回去 才吃了两条 冰箱里都还有三条 然后今天又收了六条 没有什么叶菜了 所以摘了点辣椒叶 这个辣椒叶小片的是 二斤条和菜椒的 二斤条的叶子比较小 菜椒的要稍微大一些 然后这个是花盆里种的 那些辣椒的叶子 这杆子好长啊 摘了一些辣椒 这个辣椒看这个样子 皱皱巴巴的 看起来很嫩 但是拿回去煎来吃的话 还是有辣味的 我不想让它长老了 所以这样子嫩嫩的 我就把它摘了 天气热了 吃太辣的 好咯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子 我要回家做饭啦 我是方幸子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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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